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讲的信息题目是 基督的爱激励你什么 我们继续个人多后书 今天分享到第五章十四到二十一节 我念一下经文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为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 不凭着外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得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全能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死者 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听众姐妹 基督的爱激励你什么 就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那么也希望来透过这段经文里面 引起大家去思想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事实上我们如何能够 这个面对基督的爱呢 基督的爱是什么 基督的爱 事实上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他的一个救恩的爱 他是把自己舍了的爱 把他自己的命舍了 把他保血成为我们的遮盖 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 让我们成为义 把我们的罪孽成为他要背负的罪债 基督的爱 那么是一个我们永远都不能够完全明白的 因为这是在人来说 我们的理性 我们自己从来没办法这样就做到 我们哪能够把欺赠自己一点 那么来喂别人 那么更何况说 我们是要舍自己的命 来救别人 来救谁 不是救你的父母亲 是救一个犯罪的人 救一个得罪你的人 救一个你的敌人 这是耶稣的爱 我们本来在什么样的位分呢 我们就是主的敌人 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他 那我们如何 却能够有这么一个身份地位 有这么一个价值 由神派遣他儿子来拯救我们呢 所以听着没 基督的爱是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 那么事实上 在五章第十一节的时候 那么保罗讲一句话说 主是可畏的 那究竟主是可畏的还是可爱的呢 那么我们要明白到一个点就是 神他爱我们 以至把他独生子给了我们 主耶稣基督爱我们 以至他愿意接受父子 神的菜派到世界上来 那么为我们死 那这里面我们更重要明白一件事情 主耶稣基督 他不是一个无畏无分 不是一个该牺牲的 他是上帝永生神 他的创造主 他是上位体神的第二位 弟兄姐妹 我们要明白到 那么主他爱之身 是跟他原来的 所应该受的敬权 所应该受的敬拜 那么事实上是有很大一个落差的 那么真正的主是我们要可畏的 我们要敬畏他 因为这个主是对我们的生命 那么的有无 那么他决定 他创造 他还要再造 然后他要拯救 然后他还要永恒里面陪伴我们 给我们最奉献的一点 把他的荣耀都分享给我们 弟兄姐妹 当我们谈到主的爱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把他当成 这样是一个廉价的爱 今天 我们看到有些地方 有些人 会说 耶稣的宝血 既然能够救我们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天天犯罪 让他多救一点呢 我们知道保罗 在罗马书早就已经否定 这么一个 这个预测 那我们今天 更要特别的分享是 基督的爱 那么是超越我们 那么所能够 回应的爱 今天我们只是 那么要清楚到说 这个意思是因为 父神的一个计划 父神愿意他爱我们 以及救了我们 所以我们 生下来唯一能做的就是 像保罗今天告诉我们说 基督的爱 会激励我们 激励我们 面对这么一个 爱我们的神 我们如何来回应他 才是恰当 我们不能给他什么 我们一切所有的 都是他的 我们自己也是他的 但是他在意我们的心 在意我们的想法 弟兄姐妹 在这段境界里面 保罗给了我们一个 功课 要我们是怎么样呢 要我们去面对 其他的人 我们如何被神所救 我们如何被神 所赦免 我们今天 也要同样的 来赦免人 要同样的 来 把这个爱 来给那些 我们的 这个亲人 我们的灵舍 那么 我们的灵舍 我们的亲人 我们看见他们 可能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那么也是 面目可真的 他们是 罪犯 他们的 这个想法 常常跟我们 很不一样 他们的信仰 可能 还是 敌基督的 但是我们 要明白到一件事 上帝 那么 愿意我们去 那么对这些 能够信耶稣 的人 我们要在基督里面 看他为信造的 那么 就像我们自己一样 我们曾经也是 一个旧人 如何在神的爱里面 成为新人 我们今天 看别人也是如何 他在基督的爱里面 成为新人 所以弟兄姐妹 这样我们如何来回应神 对爱呢 我们要活出基督 我们在这个 新造的 我们自己的新造的 对另外一些新造的人 或者是还没有 完全新造的人 我们如何把耶稣 能够给他们 我们来服事他们 我们要爱他们 像主爱我们一样 这是个和好的知识 那么神愿意跟 他 那么所拣选的人 和好 那么但是神 要透过我们 把他的一个拣选爱 能够透过我们的言行 给人家感受到 上帝的爱 那么我们如何 明白到 事实上 基督已经把这个 托付给我们 一个和好的知识 托付给我们 我们就应该 那么 很用心的 来思想 不要看人家的外貌 也不看人家的过去 却看神的心意如何 上帝 那么 愿意我们 跟他和好 更愿意我们 让人 让其他人 让那些 可能还没有 跟他和好的人 能够跟他和好 对我姐妹 这是我们要 学习的功课 那么我明白到 上帝是要召我们 进入他的荣耀国度 上帝要我们 效法他 那么才能够 像一个 蒙慈爱的儿女 我们既然蒙慈爱 我们就要 活出一个 能够给人家 分享爱的 一个角色 否则我们 就没有正经受到爱了 爱神 神爱我们 把爱进来以后 我们要反射出去 我们要能够 让人家也看见 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神的爱 有神的荣耀 对你妹 在这里面 并不是很容易做的 就像在 这个 以赴所书 第五章第二节说 也要凭爱心行事 进入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新向的公物 和祭物 献于神 对你妹 我们爱人 是要学基督的一个 很重要的内涵 是要舍解 我们要舍掉自己的利益 舍掉自己的骄傲 舍掉自己 那么在人前 那么所应该 好像得着一个利益 我们要把自己 那个内心的深处 那么真正能够容纳下 那些可能 我们原来 并不那么喜悦的人 我们首先还要先把 神爱给他们 或许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接受 我们的一个爱的分享 但这个并不能够 能够阻拦我们 继续把耶稣的爱 给那些外面的人 对不对 十二节的功课 是一个最难做的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 不学习耶稣基督的形式呢 我们要怎么能够 不效法神呢 那么在以赛亚书 五十三章十一节 他说 他必看见自己 老骨的功效 便心满意 主要许多人 要认识我的义仆 得称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 他们的罪孽 神 透过耶稣基督 所要完成的 就是救恩 所带来的这一个 牺牲自己 那么来成就 不是成就 就是别人 来成就神的意念 成就神永恒的计划 这一块 我们是要学习 在今天 我们常常要明白到 一个事情就是 如何我们自己 要在基督里 我们如何 能够成为基督里呢 我们首先就自己 要能够离开罪 然后我们要让别人 也成为基督里的人 成为信照的人 我们要帮助他们 离开罪 所以一方面 我们要帮助人 给人家神的爱 另外一方面 我们还是要 按照主吩咐我们的 按照主教导我们的 告诉人家 如何离开他的罪 这个才战胜是 爱的一个表现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爸父 我们向你感恩 愿你的名得着荣耀 愿你的旨意 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朋友身上 都能够显明 就祷告 奉耶路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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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